好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9点38分 马上就进入今天海峡论坛第二个讨论的话题 东盟外长会议周末在缅甸登场 美中日三国的外长也都出席 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是这一次会议的焦点之一 美国国务卿克里点名中国 在相关的问题上挑衅 并提出了冻结南海行动的提议 但是东盟各国似乎反应冷淡 中国更是明确的拒绝 此外菲律宾也提出了一套 三步走的行动方案 同样遭到中国驳斥 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议上提议 是要用双轨思路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那么美国积极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 强化和该地区盟友的战略关系 中国则是透过了经济力量 来拉拢东盟的亲华派 在这场东盟外长会议上 美中两国究竟是谁输谁赢 左右为难的东盟是否可能面临分裂 还有究竟什么是南海三步政策 什么又是三步走跟双轨思路 今晚海峡论坛在下半场将为您一一解析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预分 我们来看一看地图 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这块区域 有北京声称它拥有90%的领土 但在这块蕴藏丰富能源的区域 同时越南菲律宾 当然还包括了文兰跟台湾 也都声称主张这边的地方 他们有主权的 那么近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这块区域的紧张情势是不断的升高 那么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那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这边似乎是越来越积极接入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中央级人士的发言 包括这个副住卿福克斯提出了这个南海三步 还有这个住卿 Dan Russell 他在最近也有一些相关的发言 那克里则是在这次的会议上 更是提出了这个要冻结南海挑衅行动的个方案 不过礼拜五快开会的时候呢 东盟各国的外长 似乎并没有讨论到这样一个提案 您认为这个美国一连团的铺垫的行动 到了开会的时候没有人提案讨论 是不是显示美国好像有一些挫败 我想这个事情先从这个背景来谈一下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南海其实争议已经存在很久了 那么过去美国的态度一直都是鼓励 中国跟这些相关国家 自己透过谈判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当时美国的态度 其实是比较属于这个置身事外 算是不是像现在介入这么深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以来 其实从去年开始 因为发生了这个菲律宾跟越南 还有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些冲突 很明显的说中国的态势越来越强硬 或者那个美国的态势越来越强 但是美国也接着态势越来越强硬 因为在这里我们就提到 就很多的美国学者说 中国借着这个切香肠的战术 一块一块的小块小块的 这个岛屿的这个占领也好 或者是派出军队 或者是透过这个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也好 改变了现状 像包括最近欧巴马总统谈到 接受金融时报说 对中国必须要强硬 否则他会得寸进尺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美国因为在亚洲来讲 有很大的战略利益 那么其实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强势作为 给了美国一个很好 重返亚洲这个策略的一个借口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东协里面有些国家 非常的欢迎美国 加强在这个地区的部署 而且拉着美国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东盟这次会议反映到 就是说东协本身 其实是一个分裂的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跟美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 当然菲律宾跟越南 非常希望拉拢中国 拉拢美国来对抗中国 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 因为中国向来是主张是双边谈判 因为双边的话 中国占有很大的优势 它是一个强国 但是如果变成是多边的 甚至要照国际法来解决的话 那中国就不见得 有这么大的优势可以运用 所以说在这个双 你可以看到双方提出来的 对他们是本身根据自己的作为 跟他的优势来提出这样的方案 可是在东盟里面 你就看得到说 这一次其实中国在东盟会议之前 就已经积极运作 中国在之前也访问过几个重要的国家 或是邀访重要的元首 到他们那边去访问 那在很多这些国家当中 我们都看得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经济 跟中国有紧密的结合 也许在安全上面要依赖美国 所以这些国家长期以来 也都在玩着这个平衡的游戏 我们所谓叫做避险 Hedging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当他们觉得这个政策 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热烈的拥抱 可是如果说让他们觉得说 可能要把它放在第一线 去跟中国冲突的时候 有些国家会迟疑 那何况当中还有 中国在东盟的盟友 要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说像譬如 这个菲律宾提出来的 这一次的新的 这个三个不同的政策 三不走 对 三不走的政策 其实是呼应美国的 可是菲律宾在这里面 显然就是它不是 东盟里面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你说私底下 有没有人在运作 或者讨论这个话题 我相信像新加坡 跟这个其他的国家 其实对于美国 美国提出来的 这三个三不政策 不会再没有跟任何国家 私下商讨之下提出来 尤其是在CSIS 就是国际战略 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而且那个初前 主办这个会议的 很多是越南 菲律宾这样子的国家 所以说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提出来 必然也是双方有 就是说某种程度的默契 但是因为 在这个东盟的会议当中 这次如果说是在彼此分裂 大家分裂的情况下去讨论 很可能会凸显 东盟反而不团结 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可能在我的了解 就是说他们私下运作的 这个倾向四下运作 而不认为在目前来讲 是一个成熟的 把它提到台面上来讨论 的确是 这个不管是美中两国 或是东盟各国 可能都各有盘算 也都创造出了一些名词 跟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 我们透过一些图卡来看 究竟什么是三部政策 什么又是三部走行动方案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这个政策 美国提出的这个是 南海三部建议 包括了不夺取岛礁 及设立前哨战 不改变南海的地形地貌 还有不采取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 这是附助亲福克斯 在CSS提出的这个南海三部建议 那么另外刚才也提到 这个菲律宾在这次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叫做 三部走的行动方案 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在短期之内呢 暂停在南海加剧紧张局面的活动 中期呢 只是要全面且有效地执行 南海各方的行为宣言 还有最终要根据国际法 来解决纠纷 这是菲律宾的立场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包括这次中国外长王毅 他在会议上呢 就是要倡导所谓的这个双轨思路 究竟什么是双轨思路呢 就是要由直接的当事国 透过协商谈判来需求和平的解决 而南海的和平和稳定呢 中国认为要由中国和东协国家 来共同维护 那我想请教范教授的是 你怎么看这个中国 他所提倡的这个倡议 还有刚才前面博弈也提到了 这次的东盟会议 好像似乎对中国的这个调子是放软的 另一方面看到美国的提议没有被讨论 你认为这一消一掌 是不是能看出在东盟这次的会议上面呢 美中究竟是谁占上风呢 您的观察 是的我想刚才诚如那个曹女士的说法 就是东盟是一个国家 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 而且我们知道东盟是一个国家里面 它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 例如你有非常高所得的新加坡 但你也有非常像这个汶莱也所得也很高 那你有非常穷困的国家 例如像印尼等等菲律宾 所以这样的一个松散的组织情况之下 它就会 而且贫富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组织就很容易 让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从中去拉拢他们各自有利的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知道东盟本来就是松散的一个组织的情况之下 那面对这样一个这么敏感的问题 我相信很难会透过这次会议会有个具体的结果 所以我个人其实在会议之前 也不太认为会有很具体的一个会议的成果 那至于说这到底是不是中国大陆这个战胜 或者是美国的挫败 我想就是因为这东盟的十个国家里面 它各有它的这个对美国的喜好 或对中国大陆的喜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他们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谁也不得罪 既不想得罪中国大陆 也不想得罪美国 所以我觉得双方事实上 并没有说是谁真的得分 那中国大陆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还从这个西沙群岛的本来的专有平台 就是靠近越南的这个专有平台 曾经让中国大陆跟越南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地区 撤出这个专有平台 那我想也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他这次 他在7月份做这个举动 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善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此这个这次东盟会议 不愿意对中国大陆有过多的指责 我想也跟7月份大陆主动的撤出这个专有平台 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的确从这个事前一连串的发展 包括撤走这个981平台 一直到这个东盟外长会 的确这个南海问题演变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 请叫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 也就是说这个您刚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在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些态度 特别是您也提到这个欧巴马 他有提到过说对于中国没有办法 这个不能太过软弱 因为太过软弱他就会得寸进尺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 这个去年他们在进行这个美中的高峰会的时候 就是要谈到这个建构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 您觉得现在美中的这个较劲 是不是也是在这个磨合跟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尝试 那么同时您如何评论美国 在这一次东盟的这个会议上的 他的这个一些提案都没有被这个采纳 或者是说大家都不热烈的这个响应 是不是表示这个美国有一些气弱您的看法 是博弈 其实新型大国关系现在美方已经不用了 那这个这个名词在去年曾经吵得非常的轰轰烈烈 可是美方发觉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提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原则跟前提 比如说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在这些地方其实美方这几年 这段几个月来说法就是说 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不能被讨论的 所以就已经美方的调子跟中国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面 其实刚刚就像东宁所提到的 或者是刚刚范教授也提到 说东协其实一直不愿意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做一个选择 选边站 对选边站 他其实是在不断地运用 也是在运用这两个强国的这个力量 然后玩着这个平衡的游戏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当中 如果说一定要硬碰硬 说美国提出来的我们现在支持 支持就等于是挑战的对着中国干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没有一个东协国家 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带头的动作 所以这次的会议 其实大家是事前可以期待的 就是说你不能够期待东协 尤其是这么多不同立场的国家一起开会的时候 他们的南海行为准则 已经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了 你难道期待说 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 美国提出来这三个方案 马上就会被采用或者是实施吗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美国抛出来一个球 但是事实上这个球只是一个影子 那接下来怎么做 可能会需要很长的在这个背后的 这个外交上的协调跟运作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 不是在所谓的这个大型热闹的会议当中 可以找到结论的 对那热闹归热闹 但是真正要能够有成果的话 其实往往是靠背后幕后的奔走 好的 谢谢曹玉芬小姐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一起教范世平教授 就是那么在这个南海的争议当中 其实我们中华民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我们在这个南海也有最大的一个岛屿 但是这个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好像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的始终声音没有被听见 或者我们没有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或者是说我们也要维护我们的权益 那您怎么会建议我们的外交部门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单位 要在这么多这个利益错综复杂的一个区域 我们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您的看法 的确这次这个东协的会议 有东协十个国家 加上三个东北亚国家 中国大陆南韩跟日本参加 总共是三个国家参加 整个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没参加 一个是北韩 一个是台湾 那北韩没参加我想可以理解 那台湾中华民国在 我们有一个东沙岛以及在整个南海 最大的太平岛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参与这样一个会议 我觉得这的确是对台湾民众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国际能够正视这个事实 中华民国在南海在东海地区 是有他这个实质的占领这样的一个领土 那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呼吁 国际要这个正视我们的存在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专家认为 是不是我们太太乖了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动作 反而会引发这些国家的关注 反而会邀请我们参加 有一种就是我们是不是做个troublemaker 会不会更引发国际的关注 但我想这当然只是一个情绪的发言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台湾社会对于没有办法参与的一种不满 那至于我们要怎么样来来参与这个南海呢 我想马总统之前也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 但是对于南海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也希望能够秉持这样的原则 能够维持区域的稳定 那能够各方面能够抛开彼此的成见 来促进南海的一个和平发展 那特别是我们政府也不断的强调 我们绝不会跟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在南海的合作 我想这个政府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 我们会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原则之下来捍卫 我们目前在东海跟南海的领土 而且我们目前也不断的在 例如像太平岛要扩建机场 要增设码头 能够让更大的船只能够停泊 然后增加我们在相关岛屿的防卫设施跟兵力 我想这是我们目前政府可以自己来做的事情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很快来接听最后的几通电话 新北市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黄先生 主持人好 来宾好 南中国海 南海九段线 中国要联合东盟各国 包括台湾 大家经过会议谈判 大家共同开发 共同分享资源 和平解决争端 要建立地球村的观念 最好不要发生战争状态 稳定压倒一切 谢谢 好的 谢谢黄先生 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你好 我想说三点 第一 中国人热爱和平 捍卫和平 第二 中国人不相信用子弹赢得的土地 领空领海能用航班的手段 外交价能得到 第三 如果要有人觊觎中国的领土 侵占中国的领海领土 中国就消灭了 用一个单材就是 A-N-N-I-H-I-L-I-T-E 好的 谢谢孙先生 三点意见我们听到了 安徽的张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张先生 好 我今年是六十多岁了 我那天是从小学就有 我的自然书上面就有 说我们那个南海一直到菲律宾那边 现在美国说我们改变现状 我六十多岁了 我从小学十几岁开始上学 南海就是中国的 现在还叫南中国海 你怎么说我们改变现状你 我说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呢 是美国你不要再过多插手 让我们和南海的每个国家 我们在一起谈谈 大家都是兄弟 我们自己一家一家的谈 我们能够谈好 张先生明白你意思的 透过中国 透过双兵来进行谈判 解决争议 这是张先生的意见 那么最后总结的时间呢 先请玉芬 是 其实南海目前来讲 就是说对台湾来说 第一个我们不会跟中国合作 但是第二个 我们也没有应这个某些 就是东盟国家的要求 来澄清九段线 就是说这个国家很多 台湾在这个情况当中 也常常变成是中国 或者是东西要拉拢的一个对象 虽然不让我们参与国际谈判 或者是国际会议 但是我相信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面 倒是台湾的朝野都有很清楚的共识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不会跟中国合作 第二个 我们不会主动去澄清九段线 因为对台湾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的好处 除非台湾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实质的占领 跟我们的权益得到重视 否则的话 台湾不会主动去做 这个伤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倒是觉得台湾掌握了 自己在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主动权 好的 范教授 最后的一分钟 的确我想南海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资源 中华民国有这样的实质占领 我想目前朝野都认为 我们要怎么样用更稳健的政策 来稳固我们的领土的安全 另外就是以台湾本身的利益 为最大的一个考量点 我想这的确是目前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好的 那么今天两位来宾的分析都非常的深入 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 那么尤其也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 我们要再次感谢自由时报 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玉芬谢谢您 是的 谢谢东宁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好的 还有在台北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士平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 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的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电视 广播 网络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 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谈了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 那下个星期呢 我们就是要把焦点转向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终战日8月15号当天 他是否又要去参拜晋国神社 中日的首脑峰会 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天举行呢 请您持续锁定VO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那点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